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曾經跟我們所帶來的團隊 他們的詩歌也曾經在國家音樂廳分享 如果要支持贊助他們的事工 待會在門口有他們的CD、DVT 也歡迎大家能夠支持他們福音的工作 我們一起放開在約翰福音第十一章 約翰福音第十一章在新約143面 第一節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薩路 住在伯大尼 就是瑪利亞和他姐姐瑪大的村莊 耶穌有一家是他的好朋友 這家人只有孩子沒有父母 所以他們是孤兒 在伯大尼是離耶路撒冷北部 大概三里的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呢 有著耶穌所最惦戀的朋友 所以聖經這樣說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薩路 他生病了 第二節 這瑪利亞就是用香膏膜組 又用頭髮擦他的腳的 患病的是他的弟弟拉薩路 他生病了 拉薩路生病 我們說喔 這個牙 牙痛不是病 病的怎麼樣 要人命 其實不是只有牙痛很痛 盲腸也很痛 擦傷火傷燙傷痛不痛 很痛 當有這樣子一個小痛小傷的時候 我們全身都不舒服 我們家裡如果有一個病患 我們全家都負擔 我們都開心不起來 我曾經有這樣的姐妹 為了照顧她的先生 十幾年 到最後她先生還是離開 那這個老太太就瞎眼了 因為在照顧的過程 營養不足 身體也沒有照顧好 所以有時候我們家裡如果有 長期的病患 那些健康的 或是她陪伴的家人 一定要保住自己 你保住自己啊 這個病患才有希望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非常要注意的事情 那這個家庭 有兩個姐姐 瑪大馬利亞 這個瑪大呢 因為父母親已經不在了 所以她擔負起 一個媽媽的責任 許多大小事情她有管 可是這個弟弟不信 生了重病 怎麼辦 當他們用藥石 廣告的時候 他們想到耶穌 還好 我們認識耶穌 耶穌是我們的好朋友 耶穌一定是會來幫忙的 他周遊四方 也就是幫助病人 幫助需要的人 趕快打發人 去把這樣的事情 去告訴耶穌吧 所以這兩個姐姐呢 就趕快安排人 請他們去告訴耶穌 聖經繼續這樣講 第三節 她姐妹倆 就打發人去見耶穌 說主啊 你所愛的人病了 你所愛的人病了 來的人沒有說 耶穌拉撒路病了 沒有 他只有說 你所愛的人病了 耶穌就一定知道是誰了 不是 耶穌愛世人 甚至叫他獨生子 耶穌不是愛世人嗎 耶穌 耶穌 你所愛的人病 每個人都愛啊 到底哪一個 不會 因為 每一個 對耶穌而言 都是獨特的 阿門嗎 你是耶穌所看為獨特的 上帝愛世人 但是你仍然是獨特的 非常奇妙的是嗎 從哪裡可以看到 從你的基因 就可以知道 跑不掉了 就是你 所以就上帝的眼光來看 你就是獨特的 說耶穌啊 你所愛的人生病了 不用說名字 耶穌會知道 耶穌這時候聽見了第四節 就說 這病不至於死 乃是為要上帝的榮耀 叫上帝的兒子 因此而榮耀 所以親愛的兄姐妹 生病 仍然可以讓上帝有少榮耀 同意嗎 上帝不但能夠要選招 那些健康的人 那些 哇像那個林書豪這樣子 勇猛的人 能夠為他做見證 上帝也可以選招 那生命 和絕望的人 為他做見證 所以我到醫院去探訪一個老太太 一個牧師的母親 這個母親呢 她平常很健康 而且實行這個健康的原則 她最擔心的就是她的子女 因為孫子們沒有到教會來 有一天這位母親 這位老母親生病 我去醫院看她 我猜 我知道她心中一定很自責 你看 這哪有見證啊 對不對 我一直叫孩子 叫子孫到教會來 上帝會祝福 結果呢 我生病他們沒有生病 我還實行這個健康原則 結果我病了 他們沒有實行原則 沒有病 哎呀她一定很自責 所以到她的病床旁邊 我就跟她說 媽媽 她的孫子為我翻譯 原住你的一個老太太 我就說 你知道嗎 你生病 你生病 並不是因為你做錯事 你生病 可是 上帝要透過你的生病 還要得到榮耀 你看你所擔心的孩子孫子 你擔心他們沒有回到上帝面前 沒有禱告 可是你一生病 哇你看 他們馬上禱告你 他們馬上祈求上帝 要好好照顧你 你的生病 使你的孩子 你的孫子 恢復了跟神的關係 是的 耶穌說 這病不至於是 乃是要榮耀上帝 乃是 上帝 要因他的兒子 得榮耀 那這個 傳信的人 被打發來的那些人呢 就聽了耶穌這樣講 那當然就放心啊 牙說就等你這句啦 有你這句話我就不用擔心啦 我又趕快回去啦 把這句話帶給 他的兩個姐姐們 有沒有安慰作用 有沒有鼓勵作用 我告訴你 一點都沒有 耶穌不說還好 耶穌不說還好 因為 按照這個日子這樣算 當拉撒路病重的時候 姐姐們派打發人去找耶穌 那些人呢 離開佛大尼的時候 大概就是拉撒路死的時候 因為耶穌又待了一天 那個被打發的人走了一天 找到耶穌 耶穌又待了兩天 那就三天了對不對 從耶穌的地方 又走到佛大尼 又一天 就四天 耶穌到佛大尼的時候 拉撒路已經死了四天 所以這樣推算回去的話 等於那個被打發的人呢 一離開佛大尼的時候 大概就是 拉撒路死的時候 所以他把這個消息很高興的 帶到他的姐姐們的時候 啊耶穌告訴你說 這病不至於此 欸 他都死了啊 這個病是要為了要讓三天得榮耀 啊都要怎麼樣榮耀 都死了 啊死了 你知道很尷尬你知道 阿朗有虛耀在東北西 耶穌不是一個先知一個全能的一個上帝 怎麼會講說我會死就明明死了 那不說還好 有時候親愛的我們的夥伴 有時候我們遇到一個地步 你會發現 很像你沒有信仰的理由 有信仰還 我以前如果沒有信仰沒有耶穌的時候 他會渡到啊 沒辦法啊 那遇到了怎麼辦 那我也只好自身倒楣啊 對不對 也不是我會遇到災難 別人也會遇到啊 也不是我會遇到苦難 對不對 那沒辦法 無奈 他的遵守啊 想他一點就是了嘛 可是信了耶穌以後 你叫我有盼望 你叫我有信心 當我期待越高的時候 後來落空 就跌得越重 你可不可以想像 對於馬大 馬利亞 當他們聽到 這些回來的人 他們說 耶穌說這並不是意思 那個心就是要涼掉了半截 聖經繼續這樣說 對了 為什麼 有時候我們會失望 明明這個事情已經成定 不能祷告沒有被垂直 拉撒路已經死了 蓋棺困定 已經沒有辦法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想 因為我們用人的角度去看 我們有自己的期待 很像上帝得要照著我的期待 我們才認為他是愛護他 上帝得要照著我的時間表 他才是一個全能的 所以剛才羅老師他分析一下 上帝有他的時間表 雖然我們不了解他的時間表 但我們卻知道 他是會準時的 阿們嗎 耶穌又等了兩天 等於是拉撒路死的第三天 聖經繼續說 耶穌就跟門徒說 我們一起去猶太吧 柏大里就在猶太 你會發現 耶穌講話很有意思 門徒講話也很有意思 他們兩趟之間高來高去 你都不知道 耶穌說我們去猶太吧 他應該說我們去柏大里就好了 他為什麼想去猶太 你如果看約翰福音第十章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他們正從猶太地區被趕出來 有人用石頭打他們 要抓拿他們 他們從那邊逃 落荒而逃 他也逃出來 逃到這個約翰彈河一東 剛好來到這邊 哇 這邊比較平安 走路是還沒辦法 就在這邊 避避風頭 結果耶穌說讓我們 去猶太的地方 然後 門徒就說 那你的人要拿石頭打你 你還要去嗎 你還要去嗎 耶穌說我們去法是複數的對不對 不然我們自己去 他們說 你還要去 我怕你沒問題 撇清有沒有 變成單數的 其實有時候我們也很擔心 他們很害怕 所以你看 最後他們就講 不能啊 耶穌既然要去 我們還是要陪伴他 舍命陪君子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第十六節的時候 十六節我們放開 第十六節的時候 多馬 又稱為底圖馬呢 他就對那些 同坐門徒的說 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 有沒有 那裡很危險的 耶穌要帶回去 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回到伯大里 所以你可以知道 主耶穌也冒著他生命的危險 為我們 因為他所害的人 他是會 他在乎 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不了解 我們做父母 為孩子的付出 他不了解 不懂事 不明白 沒有智慧 但是 當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這就是耶穌也有所做的 所以這些門徒呢 就真的跟著耶穌 他們來到了這個伯大里 第十二節 第十一節 耶穌說了這話 就隨後對他們說 我們的朋友 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們 門徒就說 主啊 他若睡了 就閉好了 耶穌這話是指著他死說的 他們卻以為是說是造成睡了 耶穌就明明的告訴他們 說拉撒路死了 所以你可以看見 耶穌的眼光 看人死得如同什麼 睡了 死了跟睡了 不同在哪裡 這還用問 睡了還會再起來嗎 對嗎 睡了還會再起來 死了不會 可是在主的眼光裡頭 凡是 在主裡面有盼望的人 即使死了就如同睡了 阿門嗎 阿門 但是你可以拒絕 說主啊 你就不用打搖了 你的心意我心裡 那我睡了就死了 我又死了就死了吧 那上帝不會勉強你起來 但是你如果願意說 主耶穌 你真是我復活的盼望 我的救主的話 我願意相信你 那麼耶穌看你什麼 就睡著了 所以這些門徒也不懂 他以為睡了就給他睡嗎 他自己會醒來 為什麼要去叫他 耶穌就沒有說 所以死了 是睡著了 這個是耶穌原創 耶穌發明 所以我們 在基督徒的告別式裡頭 我們會說一句 在主的家庭裡頭 我們沒有勇別 只有什麼 再見 因為我們都是睡著 有一天主要叫我們復活 第17節耶穌到了 就知道拉薩路在墳墓裡 已經幾天 四天了 為什麼四天 因為在他們的文化傳統裡頭 有受人死 會迴光返照的 所以耶穌太早 叫他復活的話 人家說 那可能是 死不死了 昏厥了 或是怎麼樣 然後就被人家 罵去打 結果復活了 所以耶穌到第四天 第四天就是已經 整個人都死透了 都開始發爛了 所以第四天 耶穌到那裡的時候 聖經告訴我們 就是第十天 佛大尼離開英书上的不遠 也有六里路 有好些猶太人來看 瑪大和瑪利亞 要為他們的兄弟 看慰他們 你看 不認識的人都來安慰我們 耶穌到哪裡去了 那些不搭嘎的人 都跑來安慰我們 為我們難過了 那時候也有跟我們 華人很像類似的這個習俗 就是他們又花錢請人來哭 這個我們也不是原創的 友太人也是有這個文化 花錢請人家來哭 就陪伴他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神學家這樣講 那猶太人呢 就來這邊看他們 結果耶穌就來了 耶穌來的時候 第二十節 馬大聽見耶穌來了 就出去迎接他 馬利亞卻仍然坐在家裡 馬大就對耶穌說 主啊 你若早在這裡 我兄弟必不死 這是他第一句話 你若早在這裡 阿拉撒路就不會死了 第二句話 第二句話 第二十二節我們一起念 就是現在我也知道 你無論向上帝求什麼 上帝也必賜給你 這是第二句話 第三句話 二十三節 耶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 馬大說 我們一起 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 他必賦我 那麼 耶穌對他說了一番話 那 第二十七節 是他第一次句話 馬大說 主啊 是的 我信 你是基督 是上帝的兒子 就是 那要來臨到世界的兒子 這四句話 馬大 你不要想看這個馬大 這四句話我看了很久 我就發現 全聖經裡面講到女性 對於基督論認識的最清楚了 就是馬大 他第一句話說 主啊 你若找在這裡 我兄弟必不死 這句話對不對 對 如果他還沒有死的話 耶穌來的話一定會遇致的嘛 這就是before 還來得及的時候 第二句話呢 就是現在 你看現在已經死了嘛 不會有啊 就是現在 你向上帝求什麼 上帝一定捶點你 所以after 你仍然可以帶來一些祝福 然後就是到世界末了 在復活的時候 那個就是final 世界最末了 上帝還有一個 終極版的解決方案 上帝都能夠祝福的 來得及的時候 我們求上帝 我們也有建立過上帝的幫助 有的人還在來不及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 記料料 不是 上帝還是會有作為 但是 不管如何 只要我們有信心 我們每個人 都可以在那final 終極版的 上帝的恩典 因為他的應許 就在他父母的時候 所以在這個不同的開明當中 你會看見 馬大 他說 抓你若人早來 我的弟弟 拉薩路 有胖話 可是即使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可能你求上帝 上帝還是會推薦你 還是有胖話 再不然 你在婦女的時候 世界末了的時候 哎呀 我知道他還會復活 還是有胖話 你有沒有注意到 馬大永遠都是正面的 都是正面的 因為他認識耶穌 我們不要以為這馬大很像就是 忙裡忙外 忙出忙入 他不但會做事 他也懂得神學 沒有人像他那麼清楚的 在女性來講 阿瑪莉亞做什麼呢 瑪莉亞 第一三十二節 是嗎 瑪莉亞就說 瑪莉亞到了耶穌那裡 看見他就浮在他腳前說 主啊 你若早在這裡 我兄弟必不死 就講了馬大第一句話 當然那關鍵 關鍵的一節 就是耶穌在二十五節 所帶給我們的盼望 耶穌說 每幾年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 也必不活 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 也必不活 然後接下來看有一句話 二十六節 凡活著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 你信這話 活著的人 信我的話 必不死 意思就是 要趁著來得及的時候 親愛的朋友 伙伴們 我們知道 在我們當中有一些人 你還沒有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你還沒有這樣的一個認識 但是 就在來得及的時候 因為耶穌說 凡活著信我的人 就是來得及的時候 耶穌說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他不是說 生死也在我 他不是說 死亡 不是上帝決定 死亡是在 因為犯罪 會有的結局 而耶穌說 生命在我 所以我們必然復活 因為耶穌也復活了 耶穌不是死的 你有沒有看過拿香 拜耶穌的 沒有 為什麼 因為香只有拜什麼 你父母還活的 你不能拿香去尊敬他 是不是這樣 所以媽祖可以拿香去拜 觀世音可以拿香去拜 可是耶穌不拿香拜 為什麼 因為耶穌復活了 阿門嗎 阿門 活的比較能夠祝福我們 還是死的比較能夠祝福我們 那你講嗎 所以耶穌說 我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結果耶穌就來到了墳墓 就向他們吩咐 第38節 耶穌又心裡悲嘆 來到墳墓那裡 墳墓是個洞 有一塊石頭 擋著 耶穌說 你們把石頭挪開 那死人的姐姐 馬大就對她說 主啊 她現在的意思錯了 因為她死了已經四天 耶穌就說 我不是對你說過 你若幸 就必看見上帝的人要嗎 他們就把石頭摸開 耶穌舉目光天說 父啊 我感謝你 因為你已經聽我 我也知道 你常聽我 但我這話 說這話 是為了周圍 站著的眾人 叫他們信 是你拆了我來 說了這話 就大聲呼叫說 拉薩魯出來 那死人就出來了 手腳裹著布 臉上包著手巾 耶穌對他們說 解開 叫他走 那些人來看 瑪利亞的犹派人 見了耶穌所做的事 就多有信他的 所以耶穌就叫人 把這個墳墓的石頭 摩開 那麼吩咐這裡面 大聲呼喊說 拉薩魯出來 還好耶穌不是說 死人出來 如果這樣說的話 全世界上死人 都入活了 那不得了 但是耶穌叫名字 拉薩魯出來 哇 他眾目睽睽 這個是事實 這是歷史上的事實 因為這是眾目睽睽的 大家眾目睽睽 看見這拉薩魯死了 把它包起來 送到這個墳墓裡頭 現在又眾目睽睽 看見從墳墓裡出來 就是拉薩魯 這是一個縮小版 就是預告我們的情況 也會是如此 清明節是我們紀念 我們已故的情人 我們懷念他們 與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或是我們的祖先 因著他們才由我們 我們獻上了極大的感恩 我們通常會在四月 或是四月五號 是我們的清明節 公元前八百年 有一個唐草的詩人 他寫了一首歌叫清明 他名字叫杜牧 他有一個後代做的牧師 叫做杜牧師 清明十節怎麼樣 路上行人怎麼樣 我今天一大早起來 今天怎麼下大雨啊主啊 為什麼昨天天氣這麼好 今天下大雨 上帝說這樣比較有Fu嘛 他說好啦 你高興就好 路上行人欲斷魂 為什麼 因為路在這時候 他可能漂泊他方 他可能是成為異鄉客 或者是當我們 跟親人決別的時候 或是天人勇格的時候 我們非常的難過 所以他說 路上行人欲斷魂 對這樣的一個惆悵 這樣的孤單 這樣的一個絕望 我能做什麼呢 我能做什麼呢 他接下來一句說什麼 借問酒家何處有 他這時候還有心情啊 請問 你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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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個人 在miserable 在沒有盼望的時候 他就想要借著酒 來消除 然後借著酒精 借著娛樂 借著麻醉自己 使我們能夠除去那樣的空虛 哪裡有 哪裡有 木童 夭雀 信花出 誰來支點他的迷金 誰來支點這個大師 這個詩人 能夠支點我去處呢 竟然是一個木童 沒有讀過書的 沒有受過教的 沒有什麼想法的 當我們沒有盼望的時候 我們會被那些 沒有真理的人 沒有見諦的人 東子西子 我們飄渺不定 木童 搖子 信花出 你知道原住民要 誇大語氣的時候 很遠的時候說 在那裡 這樣子 就表示很遠 那要是很近的話 在那裡 可能就很近 在那邊 不是很遠 木童 鳥子 信花出 這是他的去路 但是 四月 不是只有清明節 我告訴你 四月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 叫做什麼節 復活節 復活節 兒童節 幫幫 好不容易搞到那麼遠 那清明節 是我們華人最看重的一個日子 而清明是我們紀念過往 但是感謝主 他竊節 復活節 讓我們前瞻未來 是有盼望的 雖然 馬達阿瑪利亞 就像清明節的一種 一種気持 那種情緒就是 我的弟弟為什麼死 耶穌為什麼不來 我為什麼那麼淒慘 想到爸爸媽媽要離世的時候 還交代我 這個無論如何 要把弟弟照顧好 可是 我實在沒有交代 我們去尋找耶穌 弟弟還是死了 清明是結緣緩緩 馬達阿瑪利亞 他們心裡欲斷毀 但是 耶穌 雖然死了 但我告訴你 祂來正是時候 祂來到正是時候 祂來到正是時候 主耶穌 祂會見到我們的需要 我們的能處理 雖然他遲了 他會 正是時候 我們約一首詩歌 要跟大家分享 祝福 看見到他們的兄弟 他們在待會兒 祂會 祂會 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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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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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